請你留念一下 掌聲 這邊宣告我們鼓勵演奏 即將邁入第三階段修復 這座鐵橋它的興建歷史 其實它可以推到昭和六年 也是民國二十年左右 九十八年的時候 重新把它公告指定為 我們的限定古蹟 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完成了我們的橋樑上購修繕的工作 當然各位也都知道非常可惜 在民國一百零一年的時候 那一次非常大的一個風災 水患、蘇拉颱風、肆虐台灣 所以它帶來台灣很多地方的災害 它也不幸帶來我們的 這個我們的虎尾溪鐵橋的一個嚴重的損害 我們預計把這個破壞的 已經清倒的匹八的這個橋墩 讓它保留在原來的河床底下 當作一個紀念 另外再新建一個新的匹八橋墩 目前就會積極由東河鋼鐵部門有些公司 站在捐贈工程修繕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來進行這一次非常別具意義的 一個文化資產的捐贈工作 今天的話 這樣子一個虎尾鐵橋 憲政府的話跟東河鋼鐵、東河鋼鐵部門 大家串一起來 我們從陡南國做到那個火橋墩 也是在日治時代裡面做 我們從那邊的話 有做了一條南道 南道是從東南的時候一直串 從串到那個湖尾 湖尾就是目前這座橋的另外一桶 本來如果橋沒有斷的話 這條騎腳踏車 就是從東河鋼鐵部門一直騎 要騎過來 回去後就這麼早就騎 所以如果這個沒有銜接起來的話 就是前面做的那個製營車的補當 也很可惜 我如果有好法來做 未來的說是有好法來串連 鑰鐵部門當然是 就是我們東河鋼鐵 還有東河鋼鐵部門外 如何退縫到門外貼身的時候 這就有提供的努力 你們這條橋是很重要的 原國人的世界 是本人鋪造的 我也希望說東河鋼鐵有這個榮幸 就接下來把它修理起來 這條橋是不是就是原國人 日本人再加上今天的台灣人 就是東河鋼鐵部門外貼身 來把它重新的修復起來 假如這樣的城 我會覺得那是我國的榮耀 我會覺得我這樣做是對的 就是為了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百年的歷史的傳承接下去 好 好 可以嗎 好 謝謝所有利利會場的獎金 謝謝 謝謝 謝謝